你好,我是波西杰克真 现在想要跟你谈的主题是 拯救 你现在遇到的困难 难题 挫折 失败 我可能没有办法去拯救你 但是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些 拯救自己的方法 拯救自己的方法呢 首先呢 我们可以常常听到宗教里面说 面对它 接受它 处理它 放下它 第一件事情呢 你就要接受 面对自己现在面临的这个事实跟状况 然后去处理它 你并不能够让你的所有事情摆烂 摆着它烂 也不可以期待有人帮你去解决它 因为那是你生命的课题 如果你的生命的课题呢 你不去面对 不去解决 有一天它会变成一种压力 压在你身上 拖不过去 你甚至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去完成了 所以拯救自己的方式 最好的办法就是 面对问题 解决问题 那如何处理自己的害怕的行为呢 首先就是你要面对现在这个事实 当你害怕的时候你可以去寻求外界的资源跟帮助 但是不要依靠任何的资源跟帮助 因为一旦你依靠了就代表说 你不相信自己可以好好的去面对它 处理它 完成它 放下它 所以你可以去寻求你的资源 但是你不能去依赖你的资源 而且切记 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你绝对不能够想象说 有人会来救你 会有多拉一梦来救你 会有王子来救你 会有救世主来救你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任何神去救你 而天助自助者 只有你愿意帮助自己 你才会得到解救 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经过任何的努力 而去向任何的宗教 任何的神奇去祈求某件事情的达成 这样也是非常非常的不理智 太依赖 而且太幼稚的 你没有一个个人独立的思维 去支撑自己面对的问题 支撑自己的信念 支撑自己的生命 而我们支撑自己的生命 就是为了说要感谢 我们与生俱来的这个生命 从而回馈这整个社会 所以我们千万不可以小看自己 每个自己在社会中的能量 回馈的能量 尤其在很多时候 我们去外面跟别人合作 或是跟同事相处的时候 你跟同事一起做一个teamwork 那同事如果他的工作延宕 你也跟着延宕 他如果工作顺利 你也跟着工作顺利 所以我们每个人对另外一些人 都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力的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自己的影响力 并且能够把自己变得更好 才是对整个社会最好的方式 那么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害怕呢 我可以教你一个方法 当你觉得你自己非常的害怕的时候 你首先要学会的就是 站出来保护别人 而不是想着别人来保护你这件事情 因为当你有了一个动力 想要保护别人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的会有一个 自我保护的能力 这个能力可以帮助你坚强勇敢 面对很多你甚至原本不敢面对的事情 那举例来说好了 就是有一句话就说 叫做为母折强 为什么是为母折强呢 因为当妈妈她原本是一个女孩的时候 她可能没有想过 很多很多的问题会发生在她身上 但是如果她有了小孩 一个比她更脆弱的生命的时候 她为了保护这个小孩 为了爱这个小孩 她会产生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能量 然后让她可以去保护这个孩子 安全平安的长大 让这个妈妈她变成一个很强的妈妈 所以叫做为母折强 那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们产生了想要保护别人的这样的心念 我们自己也可以变得更强 而且也比较不会害怕 所以呢 我们在面对自己不管是工作压力 情绪的问题 还是我们遇到事情困难度的时候 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一定一定要面对它 绝对不可以摆烂 因为你一摆烂的话 你整个人生是拖延的 越拖延的话 你会觉得越是悲伤 越是很多事情没有完成 堆积如山 而这些山总有一天会把你压垮的 所以我真的很不希望看到你 因为这些堆积如山的压力 而造成自己心理上面的障碍 疾病 甚至让你的生活工作没有办法正常 我很希望你说 你好好的面对自己的问题 其实你真的对自己负起责任来 对你的生命负起责任 对周围的人跟你有关的人负起责任 你会感受到说 很多事情只要你有这个责任感 你的悲伤会减少 因为如果我们负起责任 完全的责任 对自己的责任 良心的责任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 你是很忙碌很忙碌 没有时间去悲伤 而是很忙碌很忙碌 你必须花你所有的时间去成长 我很希望 你能够一直过得很好 很好的日子 即使你的内心很忙 很乱 很悲伤 很痛苦 你也一定一定可以站起来的 相信自己 一定要相信自己 不要把你的心 依靠在任何的信仰上面 不是说你不可以相信任何的信仰 而是这些信仰的根基 必须奠基在你的努力 只有你自己要求自己 自我要求 自我达成 自我负责任 你才可以要求其他人去保护你 守护你 其他的神明 其他的宗教 其他的超力量去帮助你 如果你自己都不保护自己的话 你再怎么祈求都是没有用的 那我要跟你分享的是说 可能会有点长 就是你要有自己是你的那个主 我们说主耶稣啊 佛福萨啊 神明啊 他们为我们做主 做主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要别人帮我们做主的时候 我们的内心就已经失了方寸了 那最重要的事情你要先把你的专注力呢 放在你的心脏这个位置 你用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去把专注力放在心脏这个位置 你就闭着眼睛 然后用力的想 也不是用力的想 就是用一种能量去想你的心脏 想象你在看你的心脏 然后用想象你在看你的心脏这个能力 然后专注它 然后再张开眼睛 想象你一直跟你的心在一起 在做这件事情 在处理这件事情 在听别人说话 然后你在做事情 在听别人说话的时候 也一直专注在你这个心 这个心脏上面 这个心就是你的主 你不可以失去自己的心 只要我相信你不失去自己的心 你遇到再大的困难 挫折 挑战 你都可以很坚定的去面对他们的 所以一定要加油哦 千万不可以让自己 因为这些延荡 拖延 压力 而让自己产生这些心理上的疾病 如果你真的很害怕 无法解决这样的疾病的话 你就好好的想想 自己可以多做些什么 好好的去每一件事情 每一件事情的 抽失剥茧的去负责任 就负责任的理清自己的思绪 解决自己的问题 千万千万要保重哦 一定一定要保重哦 拜拜 耶 我会不会让你再次负责任的事 再次负责任的事 感谢观看